我們鷹哥人有講另外一種鷹哥的說法 我們講後天的煙後來的勾 叫做引勾 因為早期燒搖 日式時代的時候 鷹哥燒搖是利用煤炭燒搖 所以一燒搖呢 煙囪排放出來的煙 鷹哥就會灰蒙蒙 所以叫後天的煙 煙紅紅的煙 那如果坐陶的話 早期是土放在戶外 萬一放在室內的話佔空間 但放在戶外呢 萬一如果下大雨 來不及蓋反布 整個地上就會泥膩 所以就落後的勾 對 後天的煙後來的勾 那是我們鷹哥人講的贏勾 政府有在推觀光 然後有淘寶館指定之後 進淘寶館後來的勾 比如說我參訪或者參觀 不見得說一定會買條件 可是他今天來看晃的時候 去淘寶館看的時候 有可能他最早就有興趣 他慢慢接觸到 可能去淘寶館 再學學啦啦沛啊 練練跑去老街也有學啦沛 應該是要做到文化觀光 這個層面應該要 要這個著力應該要更重一點才對 所以既然這樣的話應該是 在鷹哥陶寺這個展業 應該要拉到面向 進來鷹哥以後 能夠看到藝術陶寺 工藝陶寺 建築陶寺 當然是很難 但是你政府要去做完 自然就會變成 硬哥是一個觀光地區 我們這一次啊 特別邀請了很多各界的陶寺家 還有各界的一些窯廠 甚至我們的一些觀光工廠們 一起加入這樣子的一個深度之旅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一個深度之旅 讓民眾真的能夠深入去了解 陶寺的生產過程 進而去了解之後喜歡 喜歡之後就會去購買他們 然後讓他們進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讓陶寺真的是落實在我們的周遭這樣子 鷹哥隨著時代的演進 搖爐設備也日新月異 當年屋著的空氣 泥泥的地面早已成了歷史 如今來到鷹哥 看到的是賞心悅目的庭園設計 散佈的是獨具特色的陶寺老街 商店承設的都是匠心獨具的陶寺藝衣術品 整個鷹哥已經搖身一變 成了以陶寺為特色的旅遊小鎮 鷹哥從早期被吸稱為 HOTI DO YANG 露荷露溝的陶寺小鎮 變成如今遊客喜好的旅遊景點 鷹哥的陶寺廠又從代工製造 逐漸轉變為經營自己的陶寺品牌 尤其在2000年 台灣第一家專業的陶寺博物館 在鷹哥開館之後 鷹哥在台灣陶寺產業的龍頭地位 更加的確立 鷹哥百年來的轉變 大家都看得見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LOG台灣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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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今天下次見 WE health Mall 我們下次見